買樓除了重視大小之外 不少人都希望單位間隔實用 香港這麼多漂亮樓 怎樣選擇才是最好 今天的心頭號選擇 我就會推薦荔枝角 沒有人不認識的四小龍 想在荔枝角買樓 又想找一間漂亮間隔 怎樣可以不提升月居呢 如果閣下是單身或者是身分家庭 升月居是四小龍當中 唯一有提供一房單位的屋苑 是不是很棒呢 屋苑有七座物業 超過2400個單位 間隔多元化 由一房至特色單位都有 以兩房佔大多數 屋苑會所設施也非常吸引 18萬呎的會所提供 超過60種不同的康體設施 又有基座商場相連 可以直達荔枝角港鐵站 形成一個小社區 絕對是符合中產家庭的 熱門聚居點選擇 除了乘搭港鐵 住戶也可以去到長沙灣廣場 乘搭巴士、遊走各區 交通十分方便 另外一個要推介的四小龍 就是碧海南千 五座物業提供超過1600個單位 雖然它的規模較小 但是它的海景單位數目 都是今集推介的三個屋苑裡最多 加上景觀比其他屋苑也更開揚 換樓順便加上海景 所以它的單位特別有叫助力 屋苑主要以兩房為主打 也有三房提供 還有少量頂層的特色和複式單位 還有按摩池和套房 平時放盤量非常少 一定要密切留意 碧海南千擁有16萬呎豪華會所 基座商場就是日式百貨公司 消費、補給、食飯、娛樂、消閒 絕對給到你 而且這裡幾分鐘就可以走到荔枝角站 距離南昌站大約8至10分鐘 進享兩鐵優勢 而最後一個推介的就是清麗縣 位於市區坐落清幽小半山 作為居屋 單位實用面積當然好 加上不用補地價就可以自由市場轉售 絕對受到不少上車客的追捧 物業共有7座 提供970火 主打兩房開織 屬於典型市井、大房大廳格局 加上單位沒有窗台 實用面積更加高達8成 令到單位更加健駛 這裡輪近美夫西鐵站 大概三分鐘就到 住戶更加可以乘搭西鐵線 和全灣線直達各區 加上還有巴士和小巴在附近 出門去哪裡都說這麼容易 如果想知道更多相關屋苑的詳細資料 記得聯絡我們美聯物業吧 旁邊的電源 聞說到最新的地方 鈴鐵線 提供